英國脫歐公投剛剛過去一年 雖然是黑天鵝事件 但歐洲市場反而有資金吸納 相信趨勢會持續 至少在其中一年 在公司方面 貸貸方面 似乎進行進行 我們在第一季期間看到 標準貨幣 而在其中一季期間 仍然很正確 整個環境 為歐洲市場 和歐洲市場 是非常正確的 其中不能錯過的就是歐洲股市 歐洲股票受惠經濟回升 是投資組合入面 不應缺少的部分 但如果擔心股市波動大 又希望有股息收的話 怎樣才可以一次過 滿足三個條件呢 這個計劃是 三個資產的合作 它混合了 美國財產 與美國公共資金 投資在高貸貸 也在投資格項目 加上美國貸貸 這三種資產 如何互保不足 我們可以嘗試從一個三角形 和解釋當中的原理 我們其實有三角形 有三角形 有三角形 我們想要達成的 第一次是 capital appreciation 第二次是 income generation 第三次是 risk mitigation 所以看著 equities 這是關於 capital appreciation 但這是 potential income generation 看著 convertibles 這是關於 capital appreciation 因為他們參與 potential equity 上升 但這也關於 risk mitigation 因為 bond floor 他們可以 buffer一些 equity market fluctuation 然後 corporates 最後 這是關於 potential income generation 因為 coupon 但這也關於 risk mitigation 因為 他們有 低潛性 相比 和 equity market 安聯 歐洲股債策略 集合 歐洲三大資產類別 為投資者 帶來參與 歐洲股票市場 升勢的機遇 和潛在收益 以及增長 而 債券部分 又可以為市場下行風險 提供補充 有助平衡市場波幅 達至分散投資的好處